我给我们同学都说嘛 我说学校见得再漂亮 哪怕都像公园一样 最终你毕业的时候 你一砖一瓦 一草一木你都带不走 知道吧 能带走的是什么 做人做事做学问的方法 这种纯真的这种大学的时光 缔结的师生情 同学情 因为我曾经的话呢 在几年前我在一个开学典礼 学校开学典礼上我说了一段话 我说大学期间 这个可以谈恋爱 法律允许我也不反对 但是要首先学会自己赚钱 别肯爹 所以这个的话呢 其实影响了很多的学生 这是个价值观的问题 因为我在日本十年 没有花家里一分钱 19岁到29岁 所以很多学生的话呢 听了我给他们讲述 我在日本的这种奋斗啊 创业的这种故事 激励了很多的学生 是吧 我说人生可以轰轰烈烈的 谈极谈恋爱的 真的是真的 没有坏处的 但是想明白了没 准备好了吗 我说先红了一段时间就能估论了